前小帅又要出发了 前小帅带着孟小妞 继续他们的菲律宾之旅 老外新的小店里面 这边老外新 好美 这可以做桌面 这里 这个景 好美的 好美的 这里就是 鸡炒克力山 国尔根铺 巧克力丝 来啦 我看到了 哇 看到 好有趣 上面就是不打包 好多好多的 因为这个现在是烫季 那个好像是什么 沽水线 烫个毛啊 天天下雨了 被淋死了 这里很多很多的 那些草呢 它就变成了草莓的颜色 然后好好玩的 那个什么 菲律宾人呢 就把他们的巧克力扫了 现在绝对还没到暗季 我的衣服就没穿过 我也是 巧克力我来了 哇 这是什么牌子的巧克力呢 墨盒牌 巧克力 你值得尝一尝 这是要买票的意思 这是票 这票也太有意思了吧 真的是五毛钱 五毛钱 这个油票似的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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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拿一个 是一个人是五十笔锁 也挺便宜的 小朋友才四十笔锁 一十笔锁 谢谢 哇 又好多 谢谢 谢谢 哇 哇 哇 OK 挺好车车 好大的一个绿色的面包 哎呦 成大吗 怎么看到你气喘 嘻嘻的 你看我 讲话的声音 语速还是那么的正常 也没有断句 然后也不错 你看看你 你才缺乏到你 你看看你 你才缺乏到你 好漂亮 蠻好酷的 哈喽 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些巧克力 这些巧克力山 这个名字的来源呢 是因为 就是当汉季来临的时候 就十二月到 来年的五月 就会 因为枯草嘛 就是变成巧克力色 然后 就好多巧克力在眼前 就因此而得名巧克力山 那这边一共有1268座 这种圆锥形的山 专家们就说 他们几乎是每一座的形状 都是一样的 但是有从40米到120米高 不等 那这里呢有个传说 就说有一个巨人 爱上了当地最漂亮的姑娘 但是她等不及把她娶回家 就在那姑娘沐浴 在河中沐浴的时候 把她抢回家 结果那她抢回家之后 那姑娘 看到那个巨人的 丑的样子 就被吓死了 然后 那个巨人呢 就是很伤心很伤心 有了好多好多眼神 就变成了这些山猫 然后她也死了 不好意思 我讲故事的视频有点烂 你们就凑合着听吧 静静的巧克力山 对之后干枯的就变成了 现在还没干呢 所以我们看的不是正宗的巧克力山 这边很多老外骑自行车 对啊 开博车的羞不羞费啊 羞费什么费啊 看博车的也很多好不好 看人家都骑自行车 那你骑啊 你骑自行车 我们徒步吧 好啊 好啊 我先去前方找我旅马 在这边徒步吧 到了到了 欢迎来到大大脑冒险公园 首先我要问有没有地方住 首先我要问门卫去哪里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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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屁屁好痛 还好这边有住的 然后他们家不错 能唱卡拉OK 今晚我和孟霞可以在这唱卡拉OK 先看一下房吧 之前和孟霞商量过 我们二选一 然后要么我选那个超人的 从一个峡谷 对飞到另外一个峡谷 然后或者就选蹦吉 但到现在为止 我还没有心里准备挑战蹦吉 但孟霞竟然说他要挑战蹦吉 我可以祝福 我们可以祝福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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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